大家好,我们接着来分析一下从材格的成果条件 这个简单一些,它比从杀格似乎容易分辨 我们来看第一条,就是财星当令 这条很重要,基本上从材格都得是财星当令 数量多达三个以上 就是首先财得当令 同时最好地质和天干总数,这个财的总数三个以上 而且有食伤来生 食伤来生财 这种情况下,就从材格的条件就成立了 其实说白了,从材格它有一点就是依然希望日主是很弱的 但是如果天干透出一个笔节 如果天干透出一个笔节 如果旁边再有食伤 也就是说让这个笔节顺利的生食伤 食伤再去生财 其实哪怕天干透出一笔节 基本上也是按通材格 尤其是阴干 阴干的从的可能性大于阳干 我已经说过 那么第二 日主须服无根 且没有印星和笔节 有根也被伤 什么意思呢 日主一定要弱 弱呢不能带根 比如带个根完全被冲伤掉 完全被拔掉都可以 这种情况下 同时又是财星当令 这时候还不能见太多笔节 笔节如果见无根还行 他顺利的生食伤去 转化成财也没关系 但是笔节他如果有强根 那是不是他就有力量来克这财呢 对不对 他就不可能成为从财格 如果有印 印来资助日主 他也不可能成为从财 对不对 他有可能是什么呢 财格洗印而已 就是他是本身就是财格 但是他是洗印 洗印寿 有这种情况的 然后再有八字无关善 即便有关善 也有字清格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明明从财格 就尽量不要见到官 也不要见到善 你见到官的可能性 其实我也见过很多 但如果这个官无根呢 官无根 或者有根 他也被拔掉了 那基本上还是从财格 只不过从的呢 有一些别扭 他会将这个格局呢 降低 但如果有字 能够彻底把官 把煞给拔掉 给去除 给制住 比如说合制 比如说鬼为官兴 那么不把鬼给合住 那也行 依然他是从财格的 依然格局很高 也就是说格局当中 一旦成立 出现了一些瑕疵 比如说就是病 病就是瑕疵 但是如果再出现 原局带着药 那么将这个病给拔掉 那么依然格局很高的 但是如果原局有病 那么原局没有药 那就希望大于流年带着药 把这个病拔去 依然也通过 所以有些时候 所谓什么从财不真呢 从官从煞不真呢 实际上这个从不真 也就是所谓假逢 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病啊 多多少少会影响了 他的一个高格局 高格调 那么想办法大于流年 出现这个药 来去制服他命居当中的病 那就由甲从变成正体 所以我们看八字很有意思 一是看格局 是什么格局 二是看格局当中有没有病 三是看有病的话 有没有药 如果有药 他是 如果没有药 大于流年去找 去补齐这个药 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下 看是不是八字中和 看谁的力量更强 对吧 我们要看这格局 是不是高格 格局的高低 其实取决于什么呢 日主的旺衰了 还有格局匹配了 还有用神向神的力量了 等等等等 好 那咱们今天讲从才一格 讲到这里 有问题可以给我们提一 等会